我们身后的这张海报 如果不看名字的话 您一定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是刚才看了手稿才发现 他是何韵师 脱掉了西装 而且也不再是短发了 还真的是挺有女人味的 我们相信这次 何韵师在香港演唱会上造型方面 会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光在发布会上的造型 就让我们编导差点被认出他了 可能你也会惊叹 这还是那个一向 以中性形象识人的何韵师吗 别说您 其实在当天的何韵师 香港演唱会媒体见面会上 看到他这身破天荒 充满女人味的行头 在场的媒体都一边拍照 一边嘖嘖撑起 其实发布会上的这次亮相 还只是冰山一角 何韵师即将在今年10月19号起 为期三天的香港宏馆演唱会上 在造型上做一回彻底的颠覆 这一次的设计师 他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都可以去尝试 因为就是Eddie狗狗 他已经有答应了 会帮我做一套衣服 以前他帮美姐做衣服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跟他说会做什么 那我已经就是学会了这一点 就是不要问 但他有跟我讲了一句 就说你要预备会 就会很性感哦 这样子 这大点简 这大点简